其实我们最开始做婚礼的时候 主流的桌数15桌到25桌 但是现在的10桌上下 少一些的七八桌 我们最少的婚礼可能只有二十几位来宾 但是我们能看到每位来宾在仪式的时候 他们全部的百分之百的注意力都在心里的身上 越来越走心 越来越温暖 有温度 可能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 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婚礼的厂的一种特色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你比如像一些特别火的草坪 真的需要提前预年你就要去订了 摄像还有化妆师 他们也是比较紧缺的 今年九十十分的话 就是大家都特别忙碌 像我们这周其实有无常婚礼 基本上大家都在轮转转的一个状态 草坪的婚礼 一些露台的婚礼 一些呈报里的婚礼这样 基本上这些订单都是在最少半年以前 然后预定了我们的档期 婚礼忘记的时候 尽量提前一年以上 好的人员服务团队的预定 其实都是越早越好 当然相对应的性价比也会更高 我大概是从15年 就开始从事婚礼行业 现在这些人来说的话 比如婚礼的不仅仅说是一个工程性 更多有可能是对于自己一个个性的彰显 他更多是想表达自己 对于爱情的一个向往 我喜欢的一个场景 我想他能够现在来参加我们 婚礼的这些宾客 传达我们自己对爱情的一个理解 经历了十几年的策划 在婚期上的选择 在之前大家很愿意去选 比如五一十一这样的一些 小长假 但是现在更多的信任会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的朋友他们会不会出去旅行 我在这样的时间去邀请他 参加我的婚礼会不会不太好 五一十一还是有很多人结婚的 但是比例和之前来比真的会少了很多 我觉得这是其中的变化之一 在结婚的这件事上 以前来讲的那就是我亨得清其所有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讲 他也不愿意因为这个事情 会让自己变得很累 或者让自己压力很大 不出性价比 你在少花钱的时候还能多办事 可能之前有很多新人选择 请一些所谓的一些知名的主持人 一些大腕 一些明星在自己的婚礼上去 帮他们送一些祝福 去帮他们做主持 可能现在这样的信任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知道 这样的婚礼的仪式 到最后大家记住的是那个名人 现在的小年轻人就很喜欢民宿婚礼 一万多两万 你去包一个院 你连住 带吃 带玩 然后带结婚 然后到完事里头走一个这种小的 就是北京周边游 两天下来 舒舒服服的 常规的婚礼 如果你去办户外的话 我们有草坪使用费 那在北京的草坪使用费的话 现在目前来 我便宜的便宜的一万五两万了 如果你们真的不是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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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重日子的话 我们去找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日子 你的性价比能提高一大截 别扎堆 就你扎堆 你什么什么都得等 因为现在对于定制化 需求会越来越高 场地它是很稀缺的 所以说你被婚越早 你可选的场地范围会越广一些 你能够在这里面去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 结婚这必定是两个人的事 它不是说我生活的终点 而是我新生活的起点 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 然后风俭由人